初学国花山水 当然是先从树木或是山石开始 现在画的这棵树 相对来说比较规范 也比较常见 难度适中 这就是我们最常见的树木了 这属于小写意的画法 我们平时看到的介子园画谱 基本上都是小写意的画法 不是特别逼真 但也不像大写意一样 那么有个性 我们初学入门 一定要先画小写意 学习国画 尤其是国画山水 入门很难 一旦入门了之后 就能感受到其中的乐趣 画的时候就有激情 而且会持续进步 万事开头难 国画山水 尤其难 它这个难难在什么地方 难在这个笔触 力量上 也就是说 如果你没有书法功底 一上来画国画 那可就麻烦了 会走很多弯路 古人是靠强大的 书法能力 来绘画 他们的起笔 收笔都比较讲究 手上非常有力量 画起来就比较有看到 我们现代人 书法都不行 只能靠素描的感觉来画 当然书图同归 都能画好 就看你练习的量 有些朋友问 我是不是要先练习书法 再画国画 我的建议是大可不必 一边画 一边练习书法也可以 你只要手在练习 你手在动 在思考 它一定进步 绘画 它没有太多的窍门 就是耗时间 所以说想进步 我们就不要想有什么接近了 就是多练习 你看一万遍 不如练习几遍 这棵树看起来比较复杂 其实都是一点一点的蹭出来的 对于初学者来说 杂话都可以 只要你动笔就行 画画不要自尊心太强 敢于接受一开始不足的自己 坚持 其实这个过程也挺好玩的 好 我们共同进步